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学习戒意会见 戒意会见当中 前面已经讲了 八大功德藏 也就叫做八大鞭词 今天进行结尾 自在福布里 无尽八大藏 佛菩萨赞叹 称善戒护诸 就是讲这个颂词 前面已经讲了八种鞭才 我们通过闻思修行 获得了八种鞭才 获得了八种鞭才以后 从那个时候开始 时时刻刻 不会离开 也就是说 完全获得自在 富有无量无边 无尽功德的法杂 也就是说 八大鞭才 那么具有八大鞭才的人 成为一切如来的太子 或者一切如来的法子 那么这种人会受到了 十方诸佛菩萨和高僧大德 以及世间当中的人和非人 一口同声的赞叹 就是说他是大德 佛子 或者持名字 智日等等 很多的赞叹 所以这种人不但受到了 诸佛菩萨的赞叹 而且很快的世间当中 自己都会成为三界佛主 就是天上 地上 地下的整个三界当中 成为佛主的 我们世间的道士 正等觉 佛位 获得这种佛位 因此我们现在 作为一个修行人 应该知道 获得八种鞭才的方便方法 当然这个方便方法 前两天也讲了 依靠四种礼和四义 来进行闻思修行 这样获得了这种功德 获得这种功德的时候 就像《华严经》里面 所想的一样 就是各以一切隐身海 普出无尽妙言辞 精于未来一切皆 占佛甚深功德海 以这样诸佛菩萨的赞叹 会自然而然获得的 所以我们平时 大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有些所有的八种鞭才 现在并不是 很快的时间当中获得的 但是我们要对基本的这些功德 和基本的这些修行方法 一定要认真地去做 认真去做的话 应该变成一个很好的修行人 很好的修行人其实我们世间当中 很多人也会赞叹的 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各位里面 真的不管是法师也好 很多修行人 从他各方面的行为和 一些智慧 利他的心 在功德方面 大家都非常随喜的 人与人 表面上看来都是一样的 但是实际上还是 我们的根机 修正 很多方面都是有一定的差别 所以我也非常希望 我们这里在座的各位 真正的八大功德藏 现在完全能获得 当然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你在修行过程当中 最起码也是要当一个 比较真实的 比较实在的 具有人格 人品的 这样的一种修行人 尽量自己的发心和行为 往利他的方向去造作 那这样一定会受到众人的赞叹 如果受到众人的赞叹 那么我们如远看不见的 诸佛菩萨的很多的赞誉 也会自然而然得到的 当然我们得不到 这样的主要的一些违缘 我就经常想 前面也讲过 就是我们自己的我执 无始以来的 特别可怕的执著 这种执著 对我们的修行 包括获得八种变财方面 有很大的违缘 所以我们修行就像以前 噶登派的大德们所说那样 应该将自己的 一切自私自利的心 作为对智的对境 来进行修持 其实真正有些 按照传承大德的教言来去做 我们自己特别强烈的 执著的一些贪心和嗔心的对境 应该说宛如昨晚的梦一样 没有特别执著的必要 我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佛教徒 他写的一个歌 听了歌词还算是很好的 说是 太阳星星挂在天空 月亮倒影水中 然后童年的梦 谣言的朦胧 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地方 觉得里面的有些内容 的确是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很多的执著 全部都是 其实童年的一种梦 这样的梦 我们特别认为是私有 而去执著的的确确 也是没有实在的意义 所以有些人 可能是在没有学佛之前 你的有些行为 特别地去执著过 但是这些执著 应该说没有实在的意义 没有实在的意义 因此大家在这些修行过程当中 一定要对一些无私有的东西 不要特别去执著 如果没有特别去执著 然后尽心尽力地 往利他的方向行持 那一定会修持成功的 就是修持后成功的 宣说如此衡量之果 下面就讲衡量的果 衡量的果其实前面已经 能宣说和所宣说 也就是说前面已经讲了 所量的二地 能量的二力 二力指的是生意智慧 和世俗智慧 那么通过生意智慧 和世俗智慧来 已经所觉着的 最后获得的果是什么样呢 我们每个人应该有一种 获得的果 这个颂词应该是这样的 正量佛陀余 正量佛陀余 以量成立果 量到圣顶界 减量余地果 他这里就是说 看为正量的 看为正量的是什么样呢 其实就是佛陀的语言 佛陀的佛经 全部是正量的 佛陀的正量 通过什么样的来了知呢 我们应该说 以现量 比量 或者以世俗量 和生意量来知道的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 所有的焦点也好 所有暂时究竟的一切语言 全部都是真实语 无有虚妄的这种语言 那么这个是 通过什么样能了知呢 应该符合实际道理的 现量和比量来进行了知 以量来成立的 而并不是说 我们佛陀所说的 是这样的 那么这是一种传说 这是一种虚妄的假说 不是这样的 应该说 完全是用佛陀有利他者 或者他的语言 世间上唯一的一切闪烁当中 他是最千真万确的 应该说是谁也没办法破的 因此在陈那论师的 《计量论》里面也说了 经理地量 欲利身 大事善事救护者 这一个颂词就赞叹了 佛陀利他的心 成为量师父的 等等很多的功德 然后龙猛菩萨说 我其树里佛诸说中第一 佛陀所说的 一切的语言 我们世间当中的 任何语言当中应该是第一 谁也没办法 逼得上他 因此我们如果真正去好好地 学习有关的一些经论 我们世间当中 称为利自在 法称论师在《适量论》当中 已经讲了称量品 佛陀称为量世物 尤其是在世俗量方面 加以衡量 成立佛陀的语言 全部都是称为正量的 龙猛菩萨人们成为 获得第一地菩萨的龙猛菩萨 佛陀亲自收集的 他在有关的论典当中 也是叙述了佛陀所觉着的 深一地的道理 深深方面的道理 通过他的语言和论证 我们也知道 佛陀完全地 通达了一切空性的法力 除此之外 世间的任何一个凡夫人 也没办法知道 这样深深的意义 获得第三地的五座菩萨 在他的有关论典当中 也是在广大方面的 所有五道师弟的一些教言 也是讲得非常殊胜的 那么通过他的教言 我们也会知道 有关的一些地道的案例 和世间的一切广大方面的教言 唯一的佛陀才能通达 其他世间上都没有任何人通达这一点 所以我们真正学习 龙猛 无足以及法成论师 成那论师等等 印度这些高僧大德们的教言 或者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 自古以来历史上的 高僧大德们的这些教言 我们如果一一地去学习 最后应该知道 佛陀真正成为量世物 而且佛陀所说的正道 全部是正确的 这样的这种道 我们去修持的话 一定会远离世间当中 一切的苦海 而获得了寂静涅槃 这一点大家从内心当中 会生起一个不退转的信心 不退转的这种定解 这种定解在我们修行道路上 难能可贵 极为难得的 因此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 现在一定要对佛陀成为量世佛 佛教成为正量 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口头上所说的 从发生内心 这种内心也是 任何世间的人来进行辩驳 不被他转 不被他所堕的定解 要从心堪胜出 由然而生 在那个时候你就成为一个 名副其实真正的佛教徒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 能见到什么样呢 就是量的果 什么是量的果位呢 也就是说 包括天界在内的世间当中 人们共存的一些智日 或者声闻 缘觉 现在人们所喜欢提倡的一些 科学家 文学家等等 他们所有这些草群的智慧 来进行衡量的时候 难以通道的这种真理 完全能显见 完全能照见 在那个时候真是 世间当中的一切邪魔外道 一切邪宗分别王 大家也是没办法 能摧毁你的这种见解 应该在《莫名菩萨》 有150个佛战记 佛战记里面说 师兄真实教《邪宗闻习经》 《邪宗闻习经》 《莫王怀老行 任天生生行》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世间的雄师 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 所说的真实的这些教言 世间上的任何一个邪宗 他们听到之后形成恐惧 包括《莫王伯训》在内的很多 知道佛教内容的时候 他们都会心悔引灵的 包括世间的天人等等 这些人听了之后 具有善愿者听了之后 从内心当中 也是生起欢喜心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真正的 佛陀的这种教理 所以任何一种真理 也是无法相逼的 我们在座的各位 应该是对佛教 《莫彭仁波切的《定解报道论》 里面所讲的一样 并不是口头上的事 应该是以随法的信心 不是随信心的一种崇拜 不是这样的 随信心的崇拜 也有一种秘密性的成分 所以不管你是老年人 年轻人 你看你通过 学习佛的教理之后 最后要完全明白 世间上虽然有很多出名的人 虽然有很多 大家特别崇拜的 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有些明星 歌星 或者是世间的一些领导 总统 这样有成千上万个人 都是决口称赞的 这种人物都是比较多的 自古以来到现在的历史上 比比见识非常多的 但是真正是远离一切果患 具足一切功德 尤其是对众生 宣说解脱道方面 唯一论比的道士 就是我等大师 释迦牟尼佛为主的三十诸佛菩萨 除此之内 世间的这些意义分别联络 表面上看来都是 好像他们也是说的 是化缘巧语 让无数的众生也是被引诱 可以说 心不得不转现于此人 但是实际上 我们跟着他 我们听着他 有什么实在的意义呢 真的没有意义的 现在我们 不管是到哪个城市里面 有无数的人特别喜欢一些歌星 或者是一些明星 其实他们所唱的歌你听了之后 对你的精神来世有什么 只不过是暂时让你迷惑而已 暂时让你迷惑而已 多么好听啊 这个声音那么好啊 他的利用 他的价值就是这样的 但是佛陀的语言不是这样的 他从价值方面也好 所以对我们精神来世的利益方面 大家应该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他这里也是说了 应该从根本上生起信心 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下面说 摩山威仪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造论的方式 还有一个回向善根 首先第一个造论的方式 所见极清净大悲争究竟 三十十道言我得甘露味 愿意四道理 四亿得品尝 那么佛陀其实具足这方面的功德 所见极为清净 佛陀的智慧面前 一切世间万物的真相 撩柔至上 全部见得清清楚楚 然后对世间当中的 没有动达这样的 一切诸法真相的众生 生起周边的大悲心 大悲完全都是得以究竟的 所以法乘论师在《诗量论》当中 宣说佛的功德的时候 主要从两个方面讲的 一个是智慧 一个是大悲 在这里也说了 一个是所见清净 我们凡无人 所见没有清净 我们全是有厌以所见的 有遮蔽的 没有俱见 而我们的大悲心 我昨前天所讲的那样 还是有界限的 有条件的 并没有诸遍一切 而佛陀完全是相反的 因此《诗量论》当中也说了 有悲骨 闪烁 有知 耳底所 以智慧的话 完全通达一切诸法的真相 所以我们佛教当中 佛陀以智慧宣说空性的真谛 名言的真谛 然后以悲心的话 宣说了一切众生 如何从苦海当中获得解脱的 最殊胜的方便方法 因此说 他这里具有智慧和 具有大悲的佛陀 所开始的这个道 我们已经获得 就是我已得到甘露为 圣迹离习光明无为法 犹如甘露发行 我已得 以前佛陀获得证悟 大持大悟的时候 也是这样说过的 因此像这样 圣迹离习的 像甘露一般的法位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带呢 就我们前面上所讲的一样 四种道理 还有四种意志 这种途径可以获得的 因此我们在座的道友们 大家都是应该想一想 这次摩方仁波切的论典 虽然有一百多个颂词不多 但是在这里面 给我们讲了一个窍诀 这个窍诀是什么呀 佛陀所证到的境界 高僧大德们所证到的 犹如甘露般的真正法位 那么通过四种正理 和四种意志的方法 这种窍诀 才能完全获得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方法 除了极个别的一些 前世有缘的利根者以外 一般的我们普通众生 得不到的 所以现在世间当中 有很多人修行 真的是成了盲修侠念 非常可怜的 分向此甘露 燃于此浊石 有凡祈祷 难常发妙味 坚持一惊意 最近侥幸住 那么享受这样的 甘露妙法的醍醐味道 这种美味 其实应该说是 如果因缘具足 各方面的条件和因缘聚合 大家 每个众生都可以分享的 都可以得到的 因为我们每个众生 都具有如来藏 佛陀对所有的众生 都这样宣说的 但是自己真正能获得 还是有一种缘分的差别 比如说我今天 再给你们所有的人 包括电视面前的也好 或者在在座的各位面前 都已经讲了 麦彭仁波切的甘露教法 但是下面是不是每一个人 都得到非常大的收获呢 也不一定的 有些人有信心 有善根 有各方面的希求心 这次我们学习这部论典 以后可能众生当中 乃至生生世世 对他来讲是说以非浅的 然后有个别的人 不但是生不起信心 反而可能生邪见 也有这种可能 极少数的来讲 也有这种可能 所以众生虽然是平等的 佛陀宣说法门的时候 也是平等的 但是根据众生各自的因缘 所得到的方面不相同的 尤其现在至于魔法时代 无诸非常猖狂的 在这样一种恶劣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当中 虽然佛也宣说了 如甘露般的妙法 但是很多人背道而驰 没有按照依靠 四义和四种正理来 开始希求佛法的甘露 并没有这样做 既然没有这样做 那他因缘据合所得来的果 是不可能的 因此很多人很难以品尝得到 真正佛法的正理 这一点不仅是现在 我们以前的佛陀利藩之后 《世经论》也是在 《俱舍论》的后面说 本世的世间明目已比 世间的明目已经实现缘寂 然后看为真人的 这些大多数的 像目犍连 舍利子等等 这些也已经缘寂了 然后没有天真谛的一些方式者 依靠邪分别来扰乱佛教 当时《俱舍论》的后面 也这样讲的 那个时候像世经论师 还有世间当中 真正成为第二大佛陀 许许多多的高僧大德也是在世的 但现在真的是末法时代 末法时代的时候 有关《朗元经党》 有些大乘经典里面也说 邪师像恒河杀手那样 非常多的邪师说法者 确实是 现在要说真理的 符合实际教理的这种上师 也是像白天的行星一样 极为罕见的 而说一些邪道分别 这种人算是比较多的 在这个时候许许多多的人 根本没有尝到 真正佛陀成为 梁师傅所讲到的 耳力所成的 上面所讲到的这种真理 很多人根本没有通达 非常可惜 所以曼彭仁波切见到这种 此时此刻他已经见到了 现在末法时代的各种状况 各种可别的情况之后 心里面自然而然 对这些可怜的众生生起了非常清净的 利益他众的这种意乐 看见现在的这个时代 很多人都根本不懂 佛陀成为两次佛 对佛教的真理要生起信心的话 通过十理 十义来起真心 根本没有这个 所以生起悲心 还有对佛法如意宝 就是由非常诚慈 恭敬的心来 专注了这一会见 所以当时 曼彭仁波切做 这一会见的心情应该是 一方面对可怜的众生 生起极为怜悯自信 另一方面 对佛法如意宝 生起极为难得 恭敬 或者说非常敬仰的心情来 开始专注了这部论典 我们这次学习的时候 也的确是大家应该有这样的 我个人来讲 还是很难得 再加上的确是 现在很多人不以认知 而以法 在这些道理 我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也真的这样想 哎 这个翻译出来 赶快早一点讲的话 不敢说是所有的人 极少数的人 可能也许是起一点作用 因为现在很多人 只是义人 不义法 义法的人很少很少的 真的对这些人 生起一种悲悯心 再加上对佛法如意宝 还是有一种恭敬心 难得心 还有觉得非常珍贵的心 以这个心 我翻译的时候 也的确有这样的 这种怎么说 不敢说是无有轻作的 但是也有这样的 一种分别念 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 听受的时候 也应该以难得和 一些悲悯之心来听受 以后有因缘 有具足条件的时候 把这个法宝 也在弘扬到世间当中去 这样我想像麦芬仁波齐 这样殊胜的论典 真的是对许许多多的人 应该说利益无穷 下面是回向文 愿此四所生 无垢慧身理 略所知善根 众曾闻受过 那么最后 这个回向的 必要是什么呢 因为通过前面 想想细细的观察 而获得四所生慧 大家都知道 四所生慧 没有任何的苟然 我们一般的世间人 作论典的话 可能有自私自利的心 还有一些名为利养的心 还有一些各种目的 现在不管是有些人 翻译也好 或者说写作业 还有很多很多的手本 都有不同的目标 在短暂的即生当中 有些是为了搞名声 有些是为了搞虔诚 有些是为了搞这个那个 但是麦芬仁波齐 他这里宣说的 四所生慧当中所产生的 无垢智慧而产生的 上面所讲到的这些道理 皆一会见的道理 没有这方面的过失 略说之三个 当然这个不是很广的 应该说是比较简短的篇幅 其实它涵给了所有的 浩瀚无边的 显宗和密宗的一切经典和续部 因此表面上看到 我们只有一百零四个颂词 但实际上它能包括了 所有佛陀的这些教法 那么这个所说的善根 愿很多众生获得利益 逐渐让他们都成为 文殊十利菩萨的真正果位 所以我们文殊十利的果位 尤其是听到文殊的一些名号 很多的功德 真的是不可思议 我在《入行录》里面讲过 以前我写的《五台山志》 这后面讲了一些 文殊菩萨的一些 听到他的名号的功德 我们发愿连文殊信咒的功德 这些都是讲过一点 前一段时间 在网上有一个居士问 说你讲了那么多的 文殊功德的话 那所有的人都只学文殊法 不学其他的法怎么办呢 你这个后果怎么负责 后来我说 这个都不一定 虽然文殊菩萨的功德非常大 但是因为众生的根机不同 我就讲一个比喻 比如说我们世间当中 比较珍贵的厂里面 这个山林车 还有其他的车 打山林广告的人说 山林车是如何如何好 然后我们不用担心 所有的人会买山林车 因为他真实的广告当中 有些人虽然知道 这个车很好 但是他不愿意买这个 他买另外一种车 同样的道理 我们人的根机是不相同的 我同样赞叹观音菩萨的功德 有赞叹文殊菩萨的功德 很多人可能对文殊菩萨起信心 也有一部分 对观音菩萨起信心 所以每个众生的根机不同 我们赞叹一个佛的功德 一个佛的名号 其他的佛全部都没有人度化的 不用这么担心 所以我们有时候 要没有闻思的时候 可能这方面担心也比较多 这个倒我觉得没有必要 但是孟彭仁波切 我们也知道很多论典当中 他也是实际上就是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在先 这是人们共产的 但是在显现上 不管是任何一个论典结尾的时候 经常有愿众生 获得文殊菩萨的果位 在顶礼句的时候 也经常顶礼本尊文殊菩萨 这是你们看过 孟彭仁波切的传记 也应该知道 与文殊菩萨有生生世世的 不同的一些因缘 因此老人家的一些论典当中 经常赞叹文殊菩萨 其实我们上师如意宝 也是同样的 一个是对文殊菩萨 赞叹的比较多 回向的时候 也是愿得文殊菩萨的果位 还有上师如意宝对 孟彭仁波切的赞叹也相当多 因此最后回向的时候 就这样的 善根回向给众生 让众生获得文殊的果位 这样来回向的 最后圆满摩意 梦闻文殊与日 新年一新起 以此三所谜 愿善愿风夕 那么最后 他借以回见的话 其实是受到文殊菩萨的 一种加持 加持它就比喻成 垂产的日论 然后我们修行人的心 这种莲花 就是依靠璀璨的日论 光芒来开启 这是以心 通过信心来开启 因为莲花 你没有趋向阎光 它不可能开启 因此人像莲花般的心 一定要以三种信心的引发下 它可以有证悟 有这个机会 然后如果这样的 一个是文殊菩萨 一个是我们信心的莲花 开启的因缘具足的时候 那自然而然可以 流露出来很多闪烁 上面所讲到的 这些闪烁和善妙语言的 蜂蜜也好 或者是花质 花质点点滴滴地 可以涌现出来 空缘出来 这个时候愿所有的善愿者 具有殊胜前世今生当中 对大乘佛法有一定因缘的 这些蜜蜂自然而然集聚 意思就是说 麦彭仁波切他这里面 有一种形象化的比喻 利人的手法来说明 我们谁获得了 文殊菩萨的加持的话 心里的奥秘和心的本性 自然而然会开悟 那个时候这个人自然而然 能说出了 许许多多利益众生 三妙的这些语言 你如果能说出 三妙的这些教理 那么你的有缘的弟子 蜂拥而上 自然而然集聚在你的身边 那么这个世间当中 就像是 眼光出现的时候 莲花会开启的 莲花开启的时候 花蕊里面的花质 自然而然秘密出来 那个时候十方的这种蜜蜂 自然而然会集聚的 这样的一种比喻来说明 后学者 大家应该对文殊菩萨 有虔诚的信心 经常去祈祷 祈祷之后 通过文殊和自己的信心 这两种因缘具足的时候 应该为开智慧 开智慧以后 你就出口成掌 不用天天都是 苦苦地背诵 就像我们上师如意宝那样 每天都是 也不用背诵 也不用念什么 每天都是这样修行 但是一讲经说法 做什么事情呢 沉默文殊菩萨的夹杂 全部都自然而然 流落出来了 在那个时候 上师如意宝的 有些道格里面也是有 不用什么特别轻足 苦修的一些知识 分别念 不用的 那个时候真的是智慧的复杂 自然而然流落出来了 到这个时候 利益众生也没有任何困难 也没有必要到那里去 你可不可以到我寺院里面来啊 我给你讲法 来一个弟子的时候 他特别高兴 第二天开始准备转法轮 第二天这个弟子又跑了 又非常伤心 那没有必要 你如果真的是 开启智慧的时候 只要佛法三秒的 因缘具足的时候 十方的弟子 自然而然会显现 自然而然会回来的 所以我们以前 上师如意宝在世的时候 根本不用怕 我们这里没有弟子 大家都害怕 这里人太多了 这应该说是文殊菩萨和 传承上师们的加持 在别的一些道场当中 不是这样的 包括我们现在藏地的很多 寺院里面 以前大概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算还算人比较多的一些寺院 那有些法师们 怎么样天天讲迹说法 也是一天少一个 一天少一个 最后好多弟子都越来越减少 有这种情况 因此我们在座的有些法师 其实祈祷文殊菩萨真的非常的重要 平时 当然自己的本尊 是哪一个都没有什么差别 但尤其是我觉得 通过文殊菩萨的加持 自己的机性 自己的取舍善恶 很多方面 我们智慧的本尊 文殊菩萨的加持 真的是不离开的 因此大家都多念 欧马拉巴在哪里的 好 下面是小子 此节一会见 我本有熟悉之意 今日承梦智者 今一传 叫做他生但彼 奸臣全情 我经常这样想的 因为麦彭仁波西他承认智者 那个人可能非常了不起 但是麦彭仁波西传记当中 这个也不是成为特别大的弟子 哈僧丹毕奸臣 但麦彭仁波西面前 他承认为智者 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 但是这个是我们讲义的作者 讲义的作者 他自己就下面说了 本来麦彭仁波西早就有比喻众生 准备写这部论典的意图和打算 然后后来说 我当恭敬其情 因为智者 他自己对自己没有这么说 我当恭敬其情以后 麦彭仁波西才给我们做了 我以前也是经常想 麦彭仁波西成为智者的话 那可能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 一日内 我们背诵的话 花了多长时间 麦彭仁波切写这部论典 一日当中完整的 文殊欢喜 麦彭仁波切专写 愿吉祥共有一百令四诵三哉 那么这次我们这个节议会见 全部都已经给大家讲完了 我心里也很高兴 因为这部论典 虽然表面上看了 一百令四个从事 但实际上希望你们以后 也真的经常要看一下 里面的有些道理 不要忘 这样对你的今生来 应该说有非常大的利益 尤其是麦彭仁波切的教言 真的相当地殊胜 这一点很多道友 也应该有所了解 所以我在这里不光说 总而言之这次 我们所讲的这个法已经圆满了 愿这个功德 回向一切众生 祈愿十方高僧大德 长久诸实 佛法越来越兴盛 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 获得了暂时和究竟的利益 而这个念诵 回向文 在这里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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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